CBA与NBA一直有很大的差距,但我们的联赛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后一栋长城时代的中国南篮一度很迷茫,可随着姚明的上任,一切在往好的方向发展,一分为二的国家队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国家队的锻炼,而宽松自由的环境,让球员的休战期有了更多的选择。 这个夏天,越来越多的球员赴美拉链,这在过去是难得一见的景。 不仅如此,NBA夏季联赛,也成为了国内球员奋斗的舞台。 中国球员征战夏季联赛的新闻不是没有过,只是同时有三人征战,这是非常值得CBA骄傲的事情。 这一切就发生在这个夏天,效力于火箭队的周琦参加夏季联赛很正常,毕竟作为球队的替补球员,上场打球机会寥寥, 这种联赛是保证状态,融入球队的好机会,丁燕宇航继续追逐他的NBA梦想。 这一次不是独行侠,而是蓝网队,从年龄上看,这也许是小丁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。 如果把握住进入更高水平的联赛,也是中国篮球的喜事,可一旦未能如愿,也不枉努力一回。 阿布都沙拉木是最令球尼感到意外的,这一次能够代表勇士出征,无论结局如何,都将是对自己莫大的鼓舞。 三人一起发力,是这个夏天最振奋中国篮球圈的大事。 其实在他们三人之前,辽兰当年的一员汉将也在夏季联赛中有过不错的表现。 那就是贺天局,2015年的夏天,贺天局代表堤湖,征战夏季联赛,在六场比赛中场均出战7.8分钟,砍下3.7分1.2篮板。 数据虽然很普通,可对贺天局的影响是巨大的。 正是这样高水平,高质量的攻防,使他在回归CBA后变得更加自信。 小丁如此,相信阿布都沙拉木,下赛季也会有如此感受。 对于贺天局来说,遗憾的是两次伤病,让他彻底陷入了黑暗中,原本被当作猪方与接班人的他一直很挣扎,伤病是坏事,也可能转变成好事。 跟随辽兰夺冠的赛季,贺天局在总决赛回归球迷的视野,抛去曾经的轻狂,他变得更加务实。 这个夏天,再次来到美国的他疯狂的训练,只为下赛季的重新回归。 当三位男篮汉将征战夏季连赛时,是否勾起了他往日的回忆呢? 这位遗兰的三分球神射手,每每站在三分线外,总是自信满满,投手就该如此。 遗兰需要他的三分球炮弹上膛,遗兰的三后卫需要他的回归补强。 当我们为小丁、阿布都、周期欢呼时,记得曾经的那个代表堤湖征战夏季连赛的辽兰球员,依然可以用实力证明自己。